一請封貴 二十尺貨櫃滿載 要從高雄直送日本橫濱 這是首批冷凍白帶魚 經過加工處理真空包裝 七公噸閃亮亮的白帶魚 將在日本的電商通路上架 業由打開超商 還有電商的通路市場 直銷到日本的民眾的家中 兼足招雜 東京食品展高雄市長陳其邁 賣親自出馬 帶回約一億台幣的外銷水產訂單 而就在高雄首批白帶魚 裝會出口日本這一天 大陸海關總署宣布 即日起恢復台灣冰鮮白帶魚 跟冷凍竹甲魚進口 多一個銷售通路 漁民當然受惠 去年八月因為測出新冠病毒PCR陽性 基於生物安全範圍考量 大陸將台灣竹甲魚跟白帶魚 拒於門外 如今八個月過去 大陸已對新冠病毒實施 以類儀管 為促進兩岸貿易健康發展 決定重新恢復這兩項產品的進口 只是漁民會不會擔心哪天大陸又突然喊咖 不去想那麼多啦 我們就是來捏魚 回來有人要買這樣是最好的啦 台灣白帶魚 內銷市場國人也很愛 而捕撈期在每年十月至三月 目前已經進入產季的尾聲 要再銷路得等到下個產期 而現在多了日本通路 大陸市場再度開放 對漁民來說 是兩全其美 TVBS新聞 徐克城屋中心 黃曉琪高雄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